而吉安山公所在今天也在阿美族文物馆举办了纪念及感恩活动 除了有精彩的传统舞蹈表演 还颁发了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权状以及族语认证证书 乡长游淑珍表示说吉安是一个族群共融的地方 在这个别具意义的日子里 要和所有乡亲共同分享 携手并进开创在地的多元价值 为了纪念原住民族证明成功的艰辛历程 每年8月1号被定为是原住民族日 吉安山公所借由办理感恩纪念活动 期盼不仅可以提升族人的自我认同 也要让不同族群横跨世代的乡亲 来深入了解多元文化历史脉络的生命传承 今天是找回原住民证明的一个日子 也是我们族群融合 大家一起共融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日子 所以今天穿上了原住民族服 无关是任何族群 我们都为原住民部落来祝福来祝贺 希望我们成为一家人 未来不管是种族文化 我们共融共喜共爱 共同幸福的生活 我们多学一句母语 我们会多交一个朋友 无论是哈嘎或者是原住民 让我们一起加油加油 活动当中香港游淑珍和现场贵宾主义 颁发了29笔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权状 同时也恭贺111年第一次原住民族语言认证能力测验当中通过考验的学员 拿到证数的族人们都流露出兴奋的神情 也获得在场热烈掌声 活动现场也特别安排一系列文化体验活动 包括了路上撒网捕鱼和钓鱼 认识野菜及器具 煮语互动学习等 在寓教娱乐当中传递祖先的生活智慧 介绍会见相报道